主要是这个自我成长 这个也 学校有办名非就来学 因为这个也是 不用花钱吧 而且你们考过也会 补助各位那个那个那个报名费 非常这个也算学校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如果自己要在外面学要花很多钱 还有就是未来你会用在哪个 方面 第一个就城市开发工作 七成 然后其他相关的这个数位产业结合 那 对于那个应用是不是有拥有智慧型手机 是的 占70%有七成的同学一定很会用的 然后呢但是 是但是不太会用的有7%的 那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还是有 所以如果还没有的话赶快 或者自己赶快打工存钱要不然就跟你爸妈要深情资 不然的话你要学这东西的话没有手机真的不知道怎么学 那是我知道宝 我已经知道宝了我无线上网 这个 大部分好像还是没有 OK那是不是熟悉Java 学过但是不熟的 最多 然后还有还算熟悉没有十分熟悉的 那现在 对Java工程师的需求非常大 现在产业界里面我认识很多 这个好很多公司 直接跟我讲说跟我一样 就叫我推荐 就有没有比较好的 Java工程师可以推荐 所以 如果各位将来 如果对Java有兴趣的话 可以并且跟我联系 因为非常需要Java工程 每天都会有 这个一般的公司 要跟我 要人 我不知道怎么推荐 因为身边 真的可以推荐的 其实 不算太多 OK 那这里的话呢 其他部分 这个这个 其他相关 这些相关知识的话 大家考试一下 那Java手机 主要还是 4点起的为主 HT 那这样还是会买HT7 大家都买 OK 这个是大家的一个 分析的结果 那再来的话我来看一下 再来我想 等一下 有关环境部分呢 我刚才有提过就是说 这个下载的部分 其实我有已经做好一个 这个环境包在网络上面 那会放在这个连接里面 不过 实际上我们在选择Enjoy之前 一定要先知道这个环境怎么建制 那这个环境建制的部分 你就必须要了解几个 流程 首先的话你要知道说 你要开发Enjoy 因为呢这个Enjoy开发环境 目前呢 还是属于 这个所谓的别床架务的一个架构 那怎么说呢 基本上 只有Enjoy的那个 Enjoy的SDK是Google的 其他像 JDK JDK不是Google的 是谁的呢 是 Oracle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Oracle的网站 去下载Java的JDK 也就是你电脑里面如果没有 JDK的话 你也没有放Around Enjoy 的 开发环境 所以这一点 第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JDK里面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他有分为x86的32会员跟64会员的 如果说你的 啊这个Enjoy的 SDK是32 你就要去下载JDK32 64就要下载64 是最硬的哦 那如果你的开发 你的环境是windows8或者windows7 64会员 可不可以run 32会的环境呢 其实是可以的哦 那如果说你的开发已经下载32会员的 你就对应到30会员的JDK 你不要说哎 在64会环境就一定要60会员 32会员是不会的 但是就是 两者的环境 两个两者的版本 一定要是一样的哦 那再来就是说开发环境的话 我们会需要 Eclipse 这个Eclipse的开发环境 它是一个IDE的整合环境 如果说的话 你们之前将来开发 之前开发Java的话 通常也会用Eclipse 那这个环境也不是Google的 这个是 就是这个 Eclipse的这个 本来的IPM 的一个持公司 后来把他卷出来 变成一个 这个ORG 一个 非盈利失业组织 那再来的话 就是在Eclipse 挂上什么AD